这个地方可重要了 是来我们桂林旅游 必须要来的一个地方 你要是没来过这儿 都不敢说来过了我们桂林 那你得好好给我讲讲 你看这个是大象 圆滚滚的身子 这边是它的鼻子 伸到江里玩水呢 那这是什么水呀 你跟我讲讲 它其实是两条江 一个是我们桂林的母亲河 梨江 一个是桃花江 这个橡皮山啊 神就神奇在 梨江这么多灯 这么多弯 它正好坐落在梨江的第一滩 也是第一湾上 被誉为百里梨江第一景 以前这是一个码头 学子啊 来我们桂林赶口 都会经过这儿 大家见面相互切磋切磋 于是就在这儿 留下了很多诗词 那还是挺热闹的 这儿到了晚上 能看见三个月亮 哪三个呀 我先给你说一首诗吧 听了这句诗 你至少能猜出两个月亮 这第三个月亮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了 水底有明月 水上明月浮 水流月不去 月去水环流 这我很好理解嘛 对吧 这就天上一个水里一个呗 是这意思吧 对 这第三个月亮 它诗里没写着 我不告诉你 你也不一定能找着 那还能有什么月亮呀 你看这个大象的鼻子 和这个江面 正好成了一个半圆形 到了晚上啊 月光洒下来 这个半圆呢 就在水底 形成了另外一个半圆的倒影 哎 就上了一个半圆 下一个半圆 你脑皮下 这么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又有一轮满月了 这就是第三个月亮 这也是啊 著名的 象山水月起景